众所期盼的薄利欧家园终于要在今年9月动工了 河美龙华词汇堂号召天后狮子会 国际同济会 薄利欧顾问团等团体 29日在河美大中华美食馆展开第一场的 巨善传爱2023薄利欧公益募款餐会 期盼能跨越宗教跨领域奉献无私大爱 共同为身心障碍者打造一个家 薄利欧家园是为了让我们小儿麻痹的乡亲们 在他晚年的时候有一个好的地方 同时也可以增加非常多的庇护家园 这里要特别谢谢龙华堂我们张堂主 带领了他们的信众 也为了薄利欧举办了一场义卖 以及募款的一个餐会 协助我们薄利欧早日来完成 在这边特别谢谢我们张堂主 秉着母娘的一个慈悲精神 来发挥我们的大爱 来协助我们薄利欧家园 在这边再次的谢谢 出钱出力的这些乡亲伙伴们 这是我们第二次来为薄利欧 庇护家园来尽一份心力 虽然薄利欧它是属于基督教 那我们是道教但是我想爱心是没有 国界还有宗教之分的 那么有这个机会我也呼吁各界 能够让我们薄利欧这个温暖的家园 早日来完成 我们每一个人给他一个鼓励 一个力量有钱出钱有来出来 让我们的薄利欧家园早日完成 我们非常感谢王宪长上任以来 大力的支持帮忙我们筹券薄利欧家园 那特别也感谢我们和美荣华慈慧堂 今天来主办这样一个募款餐会 那目前因为还有大概有一亿的资金的缺口 那需要社会大众继续来给我们支持帮忙 那希望拜托我们乡亲继续来支持 让我们薄利欧家园可以早日的完成 其乐小儿麻痹关怀协会 于2011年启动薄利欧家园筹募计划 历经12年之久终于要动工起造了 一旦工程开始进行 巨额的营建经费支出 将会是协会最大的挑战 急需各界响应支持 善无国界爱不分宗教 邀请您跟我们一起凝聚这份善的力量 传承大爱 公民频道黄诗婷和美采访报道